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观光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有大地的神秘苏西亚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亚伯拉罕 撒拉 以撒 雅各和利亚的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公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 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 我们会与弥赛亚信徒一起庆贺 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 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出席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两点是 此次行程我们将全程住在安全舒适的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耶胡达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还有少数名额 7月份报名截止 请抓紧时间报名哦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藤 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讨论两个事件 这两个事件的当事人呢互相不认识 他们可能这个谁是谁都不知道 一个就是台湾的当红主持人黄子焦 另外一个就是美国王子亨特拜登 这俩人感觉八个案子都打不上 但是我们通过这两个新闻里面 我们找到一些共通点 感觉是可以跟大家一起交通一下 好那首先我们来看黄子焦的事情 现在应该没有人不知道黄子焦的事情吧 其实我不是很清楚 你不是很清楚吗 对因为就是你们两个那天讨论了之后 我才稍微去看了一下 然后我们那天去吃饭的时候 就是有听到他那个内容 所以才知道大概黄子焦发生什么事情 你应该跟上脚步了 我妈都知道了 好那今天就给大家 如果大家要是不太清楚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 给大家梳理一下 那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抱着八卦的心态去讲 而是在里面有一些基督教价值观等等 比较有关系的一些事情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用这个八卦事件来探讨基督教价值观 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practice 去practice你的那个biblical的world view 属灵的敏锐性 有那么严重吗 不知道 好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黄子焦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最近呢 其实台湾兴起了这个MeToo运动 这MeToo运动呢 就是几年前了 这个好莱坞这边开始的 就是在电影行列里面呢 这个女生经常不受到尊重 然后会被一些导演 制片人 甚至一些很小的 这个片场的 这些人员呢 就是说你可以那个强暴他 或者等等等等 就是为了要得到一个角色 或者怎么样 所以在这个电影的行业里面 非常不受到尊重 那么在台湾呢 最近也掀起了这样一个MeToo的风潮 这个MeToo的风潮呢 是因为一部电视剧 大家播完了之后 大家就说 哎呀 结果有一个女网友呢 他就出来开始说 说他自己17岁的时候 他就遭到了某主持人强吻拍裸照 那这个某主持人是谁呢 这个某主持人就是 哎过了一会儿 这个某主持人黄自娇 他自己就出来道歉 认错 就说对不起啊 就是我啊 等等等等 这个样子 那女的红吗 还是就只是个女网友而已 就是如果她是个普通人的话 我觉得黄自娇 为什么要出来道歉 就是她大可以不承认这件事情 对不对 这个这个其实也是 我在整个世界里面 我也想到一个 对你说的没有错 就是她大可以不承认嘛 对吧 尤其我们看到娱乐圈里 这样的人多太多了 包括政治人物等等 他们做过事情 他们完全可以不承认 他为什么出来道歉认错啊 好那接下来呢 就是黄子娇就开了一个直播 这个直播呢 他就是一直在拍自己的拖鞋 然后呢 他就在整个直播的过程里面 他就揭露了13个艺人的丑闻 有一点就是说鱼丝网破 这样的意思 就我光脚了 我不怕穿鞋的 那在这个13个艺人的丑闻里面 他就揭露了谁呢 像是这个最有名的 大S小S啊 范小轩柳海雅 说这些人呢 常年吸毒 而且还带着他一起吸毒 包括这个大S现在的老公 那个韩国人 俊俊叶 也带着他一起吸毒等等的 然后还曝光了说 这个台湾也是非常有名的主持人 吴宗宪 男女关系混乱 而且呢欠钱不还等等等等 一共就是曝光了13个人 那么我们从这个事件里面 看到一点 就是你刚才讲的一点 没有错 就是他为什么要承认说这个是我 所有的这些艺人 包括被他提到的这13个艺人 大S小S 马上就发声明 没吸毒 对 就是类似于这种成型的声明 就是说等等等等的 那包括柳汉牙也是会发这种成型的声明 这个其实是艺人来讲是一个非常惯用的套路了 就不管这事是真的是假的 反正工作室就先发一个声明 在这个里面呢 黄紫椒其实不断的提到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视频对我来讲 我是觉得他是很诚恳的在回忆 就是自己曾经做过的这些错事还有坏事 就是他包括他 他自己应该是思考了很多 包括他从小的成长的环境 就是为什么导致他现在变成一个这样的人 那他觉得说在他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提到的这13个人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 而且是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所以呢 他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坏人 然后做过这些坏事 那他当然没有否认说他自己对这些事情有错 他没有他没有否认 他说我是有错 但是他在里面提到了一个观点 就是说这些人 他们做的事情也不好 他们比我更坏啊 而且他们而且我今天这个坏是有他们一部分的责任啊 那为什么像别人像他们这些人的行为是可以被原谅的 而且他们还可以一直大红大紫 红了二十几年 但是为什么像我这样的行为 就是不可原谅的 他们也坏啊 他们甚至某种程度比我还坏 但是为什么像我这个事情被曝光 然后大家就一直指责说你怎么怎么样 你要怎么怎么样 为什么这事到了我的身上就不能被原谅 为什么他们做了那么多的坏事 他们还可以这么红 然后大家就可以去原谅他们 我观察到最常被原谅的人呢 第一个是Joe Biden 第二个就是他儿子Hunter Biden的嘛 我个人认为 那Hunter Biden呢 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他也被起诉了 然后呢 起诉了之后呢 他被定罪了 如果你看新闻的话 会变成说是自首认罪 第一项是逃税 然后说他会缴回就是他欠国税局 大概20多万的税金 那这个直接讨论一下 就是如果你逃税 然后你欠国税局 IRS 3000块的话会怎样 那 他欠20万的这个税 他这个收入是哪里来的 就是这两个点就已经 很证明说他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人了 那法律为什么不查他跟乌克兰这个Burisma这间公司的关系 然后还有他爸公开的就是说他逼迫乌克兰的政府开除调查Burisma的检察官 不然美国的纳税金就不会拿来支出乌克兰 这很明显的是一个贿赂而且洗钱的一个作业 但这些都没差 OK 现在爆出来就是他只是逃税而已 然后只要把他的应付的这个东西搅回去就好了 那另外一个他认罪的就是枪支管理法 他2018年的时候买枪 然后上面填写的资料是 他没有接触大麻也没有接触任何毒品 但是他还是买到一把手枪 那各位也知道就是他是一个长年吸毒 然后嘴巴都烂掉了 就是牙都掉了 对对对对 他就是一个 而且他拍影片然后在那边吸毒 在俄罗斯这边拍影片吸毒 乌克兰拍影片吸毒 在中国大陆拍影片旁边有个妓女 然后那个妓女还未成年 然后就在那边吸毒 就他就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人 但是他还是买到了一把手枪 那各位设想你看 如果说我们这些平民 如果被抓到我们买枪同时还吸毒的话 我们是会被关的 而且会大量的罚款 因为在构枪证上面说谎 是一个联邦重罪 而且这个还不是枪支议题的结尾 这把枪后来丢到了一个商店的垃圾桶里面 然后对面是 Alex E. DuPont High School 是一间高中 OK美国Delaware那边的一间高中 丢弃的人是 Hunter Biden当时的女朋友 因为他们吵架了 所以他就很生气的把Hunter Biden枪丢掉 那当时这个女朋友是谁呢 他叫做 Haley Biden 那他只是女朋友怎么也会叫拜登 因为 Haley Biden是他死去的哥哥的妻子 这个家族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家族 吸毒洗钱混乱各方面的性混乱 对对对真的是乱伦 然后以上的罪名就只因为他认罪 所以他基本上就完全被原谅了 他只要做一些community service 社区服务的工作就可以了 不只是这个样子 他还受到了所有人的爱戴 黄子教刚刚说的那些东西 他全部都有出现 CNN专访了Joe Biden 把Joe Biden写成一个完美的父亲 他说他在Hunter Biden最黑暗的时候 陪伴他的儿子一起度过难关 一起抵抗毒瘾 帮助他儿子活出最真实的自己 而且还作话 然后造福了这么多的人 同时还要不断的接受这些保守派 还有共和党的攻击 而且Hunter Biden这个事件 不但对于Joe Biden 没有造成任何的攻击 反而变成他竞选的策略还有目标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面说 我的儿子Hunter Biden能买到枪 证明了我们的枪支太过泛滥了 我们的背景调查漏洞太多了 就像我儿子这个被毒品困扰的情况下 还可以买枪 所以我立志一定要修改枪支管理法 强化全国的背景调查 OK 那针对他儿子洗钱的子宫呢 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负应当的责任 应该要在应当的社会付出 对于我儿子Hunter Biden认罪 而且会缴纳应付的纳税金 我感到无比的荣耀跟欣慰 我们不能再让那些人继续逃税了 我OK Joe Biden会修改我们的纳税法 增加IRS的权力跟执行力 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负责他们的税金 Pay your fair share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他公关团队真的很厉害 明明就是一个巨大的丑闻 然后他居然把这事可以弄出来 OK 推动那个修改枪支法 然后推动这个社会主义的进程 去让富人多缴税 通过一个丑闻可以达到两个这种事情 很难做到 对 黄紫娇还好不认识他们 黄紫娇认识他们感觉这世界更不公平了 那我想讨论这个原因就是因为 我看到这两个新闻 因为我看到Hunter Biden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这个人绝对不可以原谅 但是我看到黄紫娇的那个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 他说的好像很真诚 然后他好像也没有 就是我们知道坏的人比他坏很多 对 他那个20分钟那个影片里面讲了一大串 就是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 然后他说他以前也很爱看A片啊什么什么什么 那你就会发现这些都是很小很小的一些事情 就是对于Hunter Biden被原谅这样子的东西 是很小的一件事情 那我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有些东西 我们要怎么样看待罪这个样的东西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看待 呃 这些犯罪的人 我们是应该要原谅他们吗 还是我们应该要罪根究底呢 就是各方面的想法在我脑子里面扰 我的感觉啦 就是我看完这两个新闻之后 我在想的当然也是跟罪有关的事情 但是我就想说定罪的是谁 嗯 如果定罪的是法律 然后你可以脱罪就像Hunter Biden这样 你你只要去做一个社区服务对吧 你哪怕干了那么多违法的事情 你你你去拿stop sign去那举个牌子 然后走一走 或者是送什么小学小小孩上学 你再说哎不要开了 让小孩先过去等等等等 你去做这种社区服务就可以弥补 因为法律定你说没有罪 法官定你说没有罪 但是你这样的话就真的没有罪了吗 或者是像黄泽椒呃这个这个事情都很多很多 年前的事情了 但是现在又被人翻出来 对吧 那你说他这个罪行有大过Hunter Biden吗 没有 嗯 但是他还在被罪折磨 对 也就是说他是被法律定罪 法律没定罪啊 嗯 法律没有定罪他 法律没有说你你现在马上你就因为这个事 你要进到监狱里面去 我要判你判十年 没有 但是为什么他有这种被定罪的感觉 对 甚至会让他自己一路回想 回想到他10岁的时候 就说他这个为什么会走错 一步一步一步走错 但你说你从世界上这个角度来讲 他有做的很错吗 还好 对 真的还好 真的还好 他比起很多其他娱乐圈的人来讲 他这个都算还好 而且你在他里面你就会感觉说 他是有良知 然后他想要改变什么东西 但是他 为了在那个圈子里面 他也无能为力 对 或者是说他被这种东西传染 就是因为我身边一群人都是这样 那是不是我这样去做 无所谓 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定罪或者是被定罪的感觉 你像黄紫椒 他是被定罪的感觉 对 他是有一种羞辱感 因为被大家知道 然后而且是他早就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是错的 所以他开始有这样一个时间 他就回忆说他以前做过这些事情 错错错错错都是错 然后我为什么会一路走到这样的错的上面来 是因为就像你刚才讲 他的确是有良知 而且他现在是在反省自己 但是像Hunter Biden 他的确做了非常多的错事 在法律上也非常错 那他现在这样是不是就干净了 或者他做完他的社区服务之后 他是不是就算付了他的fair share 长时间这些在圈子里的人 打滚的人 是不是就已经没有了对罪的定义 我们这样看来其实是不是的 就像黄紫椒这种人 我觉得说他在这个 或许对Hunter Biden我不知道 他可能已经失去了这样对罪的定义 但是发现说其实并不是说所有人 像这种名人或者是长时间在那种环境里的人 他就已经完全麻木 其实从黄紫椒身上看起来不是这个样子 他也是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也就会思考这些事情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 我觉得就连Hunter Biden 他都会觉得说天哪我自己会做 我自己做这样的事情是不对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一直不断的吸毒 一直不断的去做 就是更加麻痹自己 不要让自己去面对现实 除非你能像Joe Biden 就是老人痴呆到 你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 你才有可能就是说 OK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有犯罪 就是只有七秒钟的金鱼记忆 对 他公开在场地上 就是那个上面骗人 我爸爸在我11岁的时候 我高中的时候 然后在大街上看到两个男的亲嘴 然后我爸就说 Joe that is love 他而且是他爸爸 对 那是什么年代啊 1950的时候 OK他看到两个同性恋在大街上 光这个就很难了 哦真的 对 因为谁会那个时候谁会同性恋在公开号 对然后两个男的亲嘴 然后呢之后他还被他爸看见 然后他爸转过去 Joe that is love 他爸刚刚转过去 爸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Joe Don't look at that's gay 他应该 1950的父母应该是这种反应才对 对 这很明显就是一个谎话 但是他就是说出来 对 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 罪这个东西 我们常常会觉得很不公平 为什么有些人会得到惩罚 为什么有些人不会得到惩罚 为什么有些人就算犯罪这么坏的人 然后他还是可以就是顺风顺水 对对对 为什么有些人的生活就是不顺遂 但是他就是个好人 你看我们圣经里面约伯也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约伯会没事那么惨 那我必须说的就是 我们太常希望人还有社会的政府 可以给我们一个公平 我们太希望人类的法律 变成一个公平的法律 我们太希望有人来帮我们制定善恶 来制裁这些世界上的罪人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一个天方夜谭 为什么世界上会变成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都是人 我今天如果当总统 OK 我一定就是先从我认识的人开始提吧 Felicia Persia 我太太 我女儿也不错 我妈最近也没事做 她来做个什么什么长好了 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清洁部长 她不行 你妈当清洁部长可以 你看我妈冬到辣签球 谢谢你 对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想要用特权 那我如果有特权的话 别人一定看我不爽 一定就是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一人当到鸡犬升天 这个样子 所以说一定会有人说 你怎么这个样子 那如果我掌权的话 我会怎样 我就一定会用我的方式 来去弄那个人 甚至我还会把经节 拿出来 怎么样 罗马书13章你要服从 再上掌权者 这样子一个这个东西 所以人的败坏一定是必然的 每一个人都想要在政府 在这个世界上面 得到一个平等 得到一个公平 得到一个公平的审判 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这就是不公平的 这就是为什么黄子娇 会觉得这么的不公平 然后Hunter Biden 会觉得这么的公平 我们在底下的 也有人留言在讲说 为什么坏人总是怎样怎样 好人怎样 其实这个就是最好的回答 我们不能控制这个世界上的公平 只有神是最公平的审判者 只有神会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 只有神会在乎我们 这个世界上除了唯一在乎你的 就是你爸跟你妈 其他没有任何人会在乎你 有时候老公跟老婆 有时候都还会这样子 You know what 但是只有神 祂是在乎你的 而且祂会把公平带到这个世界上 带到你的人生当中 你只有相信神 然后你把你的信仰 你的人生寄托在神上面的时候 你才可以感到平息 为什么基督徒可以原谅别人 为什么耶稣可以原谅别人 为什么使徒去都被砍头被压迫这样 他可以原谅那些压迫他们的人 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的信念是在天上 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掌权者 对 而且神都说了 说神冤在我 报应在我 而且神是绝对公平的神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坏人很得意 很嚣张等等的 其实用不着因为坏人的嚣张和得意而难过 因为神的审判总是会来 对 那现在要做就是在审判来临之前 赶快抓住这样一个机会 让神可以把我们洗干净 以至于我们在审判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进到地狱火湖里面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像方子焦 我听他那个二十多分钟 他这样 我觉得是非常真诚的 他在反思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就想说他真的需要福音 对 他真的需要福音 这个我不知道说在台湾的艺人朋友 有没有人在看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幸你在看的话 可以在这个时候去关怀他 赶快去让他这个能够接受神 因为他在寻找的这样一个答案 其实就是耶稣 很多的时候你说我以前在社会上的时候 我以前在世界里还没有清楚的时候 我也有类似的疑问 我也我也做过坏事 而且我也做过很坏的坏事 那我当时也在想 因为我身边人都这样 所以我这样也是OK的 或者等等等等 但是呢 其实答案在哪里 答案就在西伯来书十章 在这里就说 什么样的事情能够除去我们的罪恶感 他在那个影片里面讲 他说做过了就是做过了 没有办法去弥补它 没有办法这个 就是他说罪就是在那里了 没有办法这个罪 你已经时间已经过去了 罪在那里 你没有办法去弥补那个罪 除非你能够用时光机回去 你当时选择做正确的事情 可是 没有时光机 没有办法的 每个人都是这样 你做过的罪就是做过了 那你这个罪要什么来弥补 西伯来书十章在这里说 上帝的旨意是 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自己的身体 便使我们永远圣洁了 祭司都要天天站着供职 一次次的献上同样的祭物 只是这些祭物根本不能除罪 而基督一次献上自己 成为永远的赎罪祭后 就坐在上帝的右边 等待他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 他凭自己一次的牺牲 使那些得以圣洁的人永远存全 这个是唯一除罪的一个方法 就是你所有做过的措施 唯一除罪的方法 就是你接受基督为你附上的 这个永远的赎罪祭 只要你接受了基督之后 一笔勾销了 就是一笔勾销了 你再也不用为了你以前做过的措施 你去半夜睡不着 你去感觉到很愧疚等等 那当然了 我们以前做过的措施 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戒 就是告诉我们以后 也永远都不要再犯 那么对于这种罪的事情 作为基督徒 我们应该怎么做 你已经被神的宝血洗净 被神买书回来的人 我们应该怎么做 其实我今天看到一个经文 让我思考了一下 就是我以前从来没注意过 这一句话居然是这样的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思考 这个是非常 大家耳熟能详的 耶稣行的一个神迹的一个故事 在约翰福音第五章 在这里讲到说 说耶路撒冷靠近阳门的地方 有一个水池 希伯来话叫毕士大 池边有五条走廊 里面躺着瞎眼的 瘸腿的 瘫痪的等许多样的病人 那他们都在等候天使来搅动池水 水冻的时候 第一个下去的 无论患什么病都会痊愈 在那里呢 有一个人就病了38年 耶稣看他躺着 知道他病了很久 就问他说 你想痊愈吗 那个人回答说 先生水冻的时候 没有人把我放进池子里 我要下去的时候 别人总是先我一步 耶稣对他说 起来拿起你的垫子走吧 那人立刻痊愈了 拿起垫子开始行走 后来 殷苏在圣殿里遇见他 对他说 现在你已经完全好了 别再犯罪了 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 英文的话 New Living Translation 他这里面就写的更加直白 他说 So stop singing or something even worse may happen to you 我觉得这句话是我 我不知道你啊 但是这句话是我以前读经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注意过的一句话 我也是 我已经第一次看到了 所以这是告诉我们一个 不要犯罪的理由 你想想这个人 他在避世大的池边 那个池水是有规矩的 对吧 就是添水搅动水的时候 必须第一个人挑进尸里 你才会痊愈 但这个人他在那边等了38年 也就是说在38年里面 他一直在那里等着 他都没有一个可以痊愈的方法 或者是哪怕这个东西就在他眼前 他没有办法能够做到 但是神来了医治他 告诉他的事情就是 你现在已经好了 也就是像我们 已经从世界里面 从罪里面脱离了 我们已经是好了的人 但是我们要如何去面对 就是像黄子教他说 我没办法 我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面 就算你在演艺圈那个环境里面也好 或者是你身边的人 做什么事情也好 这是否是你犯罪的一个理由和借口 神说不可以 因为如果你已经好了 你再去犯罪的话 你会遭遇更不幸的事情 这不是一个威胁 这是事实 就像耶稣去赶鬼 对耶稣去赶鬼 然后那个人本来只有一个鬼在身上的 然后耶稣赶完了之后 他得医治了之后 然后他又跑去做不该做的事情 然后就七个鬼到他身体里面 所以当我们已经被神医治了之后 当我们已经属神的时候 属耶稣的时候 当耶稣已经把我们的身体 还有我们的灵魂绞定好了之后 变成正直的时候 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耶稣的话 如果耶稣 我们不邀请耶稣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话 就会有其他东西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那其他人来的时候就 诶 这边宽敞啊 对不对 这边多好啊 诶来来来来 那你们也来吧 你们被清理得干干净净的 对 所以就是我们也不认识黄子焦 我们也不认识Hunter Biden 我们也不能叫这两个人认罪悔改 或者什么之类的 但是 我们要 我们只能注意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人生 我们自己的人生 我们不可以这个样子 我们要知道说 唯一能原谅的就是神 然后 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不公义的时候 我们不要觉得说 这是神的不公义 因为这世界上是人造成的不公义 然后 当我们被圣灵充满 然后呢 我们接受耶稣之后 就不要再犯罪 我们要从我们要好好的整理我们自己的人生 我们不可以活着跟之前一样 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两件事情带给我最大的启示吧 嗯 然后至于你要不要原谅人 就像黄子教在上面讲的就是说 我只不只得被原谅 生命记里面好像28章还怎样 他那时候一个法律就是讲说 犹太人给犹太人的耶和华就说 不可以憎恨埃及人 那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想法 就是他才刚奴役他 然后呢才刚开着马车要追杀他们 过了一个红海 然后怎样怎样这方面呢 但是神却叫这些犹太人不要震恨埃及人 这个想法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事情 别人对我们不义的时候 我们要怎样去应对 其实我们不要憎恨他们 憎恨怨恨在这个世代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整个me too movement就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黄子教隔了这么多年之后 他要出来自杀然后录这个影片来毁了他自己 然后毁了他自己身边所有的人 都是因为一个憎恨在那个地方 还有一个报复的心态 对黑人觉得在这个在在美国被打压 然后呢 什么白人打压从美国种族歧视 然后但是其实 美国是唯一一个为了黑奴打仗的一个国家 帮助黑奴得到自由的 美国是第一个解放黑奴的一个国家 然后还有我们现在的什么 所有对同性恋 人家同性恋每一个都觉得自己被攻击 变性人每一个都觉得自己被攻击 所有左派的议程这东西 每一个都觉得自己被攻击 然后自己活在一个很痛苦的这个情绪当中 然后他们问的每一个问题 其实都跟黄子教问的问题一样 为什么我们这些这么好的人 退这个样子 然后呢 你们这些人却 对不对 比较有钱或是怎样怎样怎样 为什么基督徒 对不对 也没有经过我们要经历这些东西 然后你们可以过得这么开心 所以这个恨这个东西 是摧毁这个时代的最大的一个魔鬼 我们要放弃恨 而且我们要遵守神的律法 如果说有人对我们不好的话 如果说有人对我们曾经怎样的话 我们最好让自己最好解放自己的方式 就是原谅那个人 对我来讲 黄子教这个原谅是这样的 对 虽然原谅不是特别容易 如果说做了一些 哪怕是你伤害过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伤害过别人 黄子教也一直在讲说 我伤害过别人 但是别人也伤害过我等等等等 所以很难放下或者是原谅 但是在这种时候 先去在神的面前求得神的原谅 然后你这样的话 你就更容易去原谅别人 或者是你在下一步再去征求其他人对你的原谅 就是你曾经伤害过的这些人 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可以找到的一个答案 就是会让你心里舒服的一个答案 因为其实你心里面不舒服或者被定罪 你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你想要取得神的原谅 尽管他还不认神 但是他知道他违反了什么 尽管他也没有被法律批判或者怎么样 在法律上来讲 他不算是一个罪人或者是什么的 但是他心里有被定罪的感觉 他需要的 而且他正在寻找的 就是被神原谅 所以鼓励你 如果还是没有认识神的朋友 真的鼓励你来到神的面前 因为他创造他原谅 在刚才的经文里面写得非常清楚 你不管是信其他的宗教了 你在献上多少的祭品 你再怎么样 你心里那个感觉还是在的 如果不信你可以去试一试 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信基督教的朋友 你还没有信耶稣基督的朋友 如果你有在拜拜的话 或者在什么的话 你去试一试 你心里面这一个愧疚的感觉 是不会被笑去的 不管你是给他供一个大猪头 或者是你供最贵的最漂亮的水果 或者是你上多少香 你不管怎么念那些东西 你心里的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被除去的 因为你需要的是神的原谅 而且你心里的这个空缺 就是你在寻找耶稣的空缺 这个空缺不是留给任何其他人的 你的心里缺的就是他 所以鼓励你去试一试 然后也非常鼓励你走到教会里面去 然后教会里面会有那种 比如说像祷告的单章 什么时候可以给你教你什么祷告 你可以拿回家去祷告 然后从此就开始你认识耶稣的道路 这个真是一条蒙福的道路 鼓励你抓紧时间 赶快跟上 这样的话神可以把你的罪给出去 而且从此开始 你就会变成一个心造的人 然后在之后你会按照神的要求 去做正确的决定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事情 让你的心中不再被这些愧疚的感觉 所去禁锢或者去捆绑 这些的捆绑在圣灵里面 你都会得到自由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你对这两个新闻 感觉说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不管是Hunter Biden 他就是这样脱罪了 让他到社区里面做做社区服务 这事就算了 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还是你最近 你也看这个娱乐的新闻比较多 你觉得对黄子椒这个事情 你怎么看 都欢迎你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莉莎 我是Ethan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